台九县通往亚洲水泥和秀林乡秀林村的花六县 新城乡长和理台向立委孔文集争取了改善道路经费 获得营界署的补助来全新铺设博游路面 19号正式完成启用 而新城乡长和理台立委孔文集以及县府带领秘书饶钟 以及贵宾们共同捡财启用 提供新城乡还有秀林乡村民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新城乡长和理台立委孔文集县府带领秘书长饶钟 明镇处长林金虎 新城乡名代表会副主席张美华 新城乡名代表林国贤 县远郑宝秀邱光明 立委孔文集办公室主任杨清次等贵宾的检采之下 六点花六县改善的道路正式启用 新城乡长和理台相当感谢立委孔文集带来的帮忙 提供新城乡亲和秀林乡亲有一条安全回家的道路 这次我们花六县在我们这么多的乡亲知识之下 关心之下 在七年我们请孔文集委员本所建设客 立了计划之后 请委员跟林建署来协领来帮忙 当时他把计划书拿过去的时候 直接找林建署署长 找林建署署长来征集我们这条路的预算 因为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条路所使用者不止重车三四五吨以上 以及我们花里县政府的输进所有的车辆 包括我们秀林乡 我们的秀林村 以及富士村 包括我们新城村 顺安村 北俄村的这些乡亲重要的一条道路 过去因为重车的经常性的经过 若是三四五吨以上的连结车 甚至是我们输进的这些 带着我们的泥沙的车辆 可以说让我们长期的一个困扰 包括亚洲水泥 我请他正讲一年之后 他就放弃 不敢再正讲 所以我们去副厂长 跟我们的王太辉 故意来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你们有缴税 你们有缴税 公所潜力来争取 这条道路 还是要给他感谢一下 因为他们也可以说是帮忙也很多 有帮忙养护了一年 花了也不少钱 他说新鲜江公所长久来数十年 都是来挽养这条会员 所以我非常地感谢孔文姐委员 我们掌声谢谢委员 谢谢孔文姐立委 感谢您 因为孔文姐在百合当中 前往花了后县的检材仪式 同时也肯定 现在向上合一调的用心和努力 这个出入非常的频繁 道路一定要破旧不堪 一定要修 所以文姐在109年10月 到大概一年都会来一两次 到新城乡公所开会 那我们的乡长呢 就当时就给我一个提案计划 那这个是内政部营建署 道路组的交通道路品质提升 计划 所以我们就当场就给 请署长要帮忙 署长那时候好像也有来 就这样子来同意了 那这个长度是1350公尺 宽度是11公尺 所以把这个道路呢 做得非常美 现在向上合一调的表示 这项提案是由新材下面代表 林郭鲜在代表会提案 同时也实地会看来了解地方的需求 公所并且规划来向立委孔文局 争取2200万的经费 同时也感谢现在许正乡 大家也支持配合款的益助 也感谢先言区光明 投入经费来支持 合一调的表示 地方的需求可以说是相当的多 他会率领着公所团队来争取地方的建言 来建设地方 同时也打造幸福美丽的心愿景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